中国轰-20意外曝光 新一代轰炸机呼之欲出 传说中的我国新一代轰炸机 距离走近现实是否已经不远 马小天司令员告诉我 也是告诉全世界 中国在研制远程的大级轰炸机 飞机性能引发媒体猜想 我国自主研制的隐身轰炸机 究竟应具备怎样的硬指标 你看一下我们国家的地图 你会发现我们对于远航程的 这种的大航程的需求 甚至比俄罗斯比美国还要高 隐身轰炸机设计独具一格 美俄在发展战略轰炸机上 究竟有多少值得我国注意的前车之线 本期沙场为您揭开 我国新一代远程轰炸机 轰-20的神秘面纱 敬请收看 观众朋友 欢迎您收看本期沙场 2016年的10月8号 在当天中央电视台思讨播放的一档节目当中 一架名为轰-20新型隐身轰炸机 CG图片以此曝光 历时间引爆了军事爱好者有关 我国隐身轰炸机的热烈讨论 不仅如此 此消息还被多家外媒热炒 用外媒以隐身战机殲-31亮相的过程为例 推测中国隐身轰炸机会在不久以后正式亮相 那么我国研制隐身轰炸机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如果我真的开始发展新一代的轰炸机 该机的性能又会如何 就相关话题 一起做进今天的节目 2016年11月8日 在当天中央电视台四套播放的一档节目里 一架名为轰-20的电脑设计图一次曝光 引爆了各大媒体对这与中国新一代远程轰炸机的竞相猜想 目前从网上流传的轰-20想象图来看 轰-20是一款类似美军B-2的隐身战略轰炸机 这在技术上对于中国来说是没有问题的 远-20的成功 表明我国已经基本掌握了大飞机的结构设计和空气动力特性 歼-20的问世使得我国完全掌握了隐身气动外形和隐身材料的技术 B-2轰炸机独特的背腹式锯齿型并列双发大S弯进气道的技术难关 也在前不久被中航飞机研发中心攻克 涡扇10B发动机的非加力版 也完全能够满足类似B-2级别飞机的动力需求 由此可见 中国已经具备了研制隐身战略轰炸机的能力 不过在谈到中国新一代战略轰炸机什么时候能够闪亮登场 有关专家表示 大家需要有一些耐心 因为我国从来没有研制过这种大均位远航程的战略轰炸机 现役的轰-6是中型轰炸机 不属于战略轰炸机 空军作为战略军种 拥有战略轰炸机是战略军种的标志之一 对此有关专家预测 空20最快有望在三年之内实现面试 我们发现在央视公布的一个画面当中 人们看到了一款名为轰-20的战机 一下子引发了外界对于我们国家下一代远程轰炸机的猜测 那么您如果看待这个意外曝光的画面 其实说这个意外曝光它也并不是意外 咱们网络上有个词叫奉旨泄密 就好像是上面我有一个想法通过这种渠道把它暴露出来 但其实来说呢 媒体上奉旨泄密这种事大部分都是大家意想的 我做媒体应该做了年头不短了 而且是做军事媒体 从来没有碰到奉旨泄密的这种情况 所以说央视出现这个所谓的轰-20这个画面 更多的是它从新闻的这种角度来考虑的 而不是像大家说的是不是奉旨泄密啊 因为从新闻角度考虑什么呢 你要考虑能不能新眼球 能不能有更多的人关注 而这个东西应该是有很多很多人在关注 所以呢 它从新闻这个角度来说 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爆了光 而这个东西呢 它本身上实际上是一个想象的CG图 以至于呢 像央视这样的媒体都会把这个作为一个噱头 搬出来 这只能表明呢 它在中国这个大众当中 这个心目当中的热度实在是太高了 所以在这个事件当中呢 足见外界对我们国家 下一代远程轰炸机的关注程度 而随着轰-20的曝光 那么有关于这款轰炸机的猜测 也开始迅速发酵 外界对轰-20的样子一直猜测不断 但是官方对此却一直三肩其口 其实轰-20只是媒体和网络上 对于中国新一代远程轰炸机的猜测和命连 直到2016年9月1日 空军司令员马晓天 在一次航空开放活动上才首度披露 中国空军正在发展新一代远程轰炸机 外界认为这是对传说中的轰-20的间接确认 当天中国空军司令员马晓天 到长春出席了空军航空开放活动 当天在向空军航空大学入学的 一千多名新学员训词时 马晓天指出 中国空军目前已经进入到转型阶段 要建立一支攻防兼备的强大空军 当被问到未来轰炸机发展问题时 马晓天说 我国空军现在的远程打击能力 比过去有了很大提高 马晓天进一步表示 将来还会有更大的提高 我们现在发展新一代的远程打击轰炸机 将来你会看到的 对于马晓天的表态 有相关报道进一部分析指出 在2015年5月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中国的军事战略 在其中的军事力量建设发展一项中提到 空军按照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战略要求 实现国土防空型 向攻防兼备型准备 构建适应信息化作战需要的 空天防御力量体系 提高战略预警 空中打击 防空反导 信息对抗 空降作战 战略投送等综合保障能力 有关报道据此分析 认为转型中的中国空军需要有三大件 也就是战略认输机 隐身战斗机和战略轰炸机 我们看到在一次航空开放日的活动当中 我们国家的一位军方领导 提到了我国未来轰炸机的发展问题 而有分析就认为 这是对我们国家轰20的一个间接的承认 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 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已经不是什么间接承认了 这已经怎么直接告诉你了 因为是对我们来说 核心的问题不是轰20三个字 而是什么呢 而是中国的新型战略轰炸机 至于说你叫轰20 轰21还是轰22 这些统统都不重要 但是从空军司令马小天上将的嘴里说出来 我们正在研发新的远程打击轰炸机 你们可以等着看 那么这个事实际已经很确凿地告诉大家 在我们的发展规划 研发计划当中 有这个东西 而且能够从空军司令员的嘴里说出来 说明这个东西的研发应该已经有点年头了 应该说离现实已经不算很远了 可能性是很小的 那么他既然说出这句话 也就是在大家可期待的时间当中 你就能够看到实物了 核心的问题 马小天司令员告诉我们 也是告诉全世界中国在研制远程的打击轰炸机 所以从我们国家军方高层领导的话文当中 我们也能看出来 我们国家下一代的远程轰炸机 实际上正在研制当中 另外呢 实际上从我们国家现在军工发展的状况来看 那么如果要研制下一代远程轰炸机 究竟需要具备怎样的实力呢 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 我们去了解一下 据媒体报道 远程战略轰炸机作为一个大国的标志 其意义和地位 与洲际弹道导弹 战略核潜艇 以及航空母舰几乎是相同的 中国作为正在崛起中的新兴大国 设计研发新一代远程战略轰炸机 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只是因为长期以来 我国空军的主力大型轰炸机 都是上世纪60年代 仿制图16而来的空6系列型号 因此 外界对于中国下一代轰炸机 轰-20 究竟会采用哪些外形设计 和先进技术 充满好奇 报道称 中国空军作为一个战略型军种 必须具备远程的 合尝兼备的作战能力 这就要求我国再研制 载弹量在三四十吨以上的 洲际轰炸机 而且其航程要达到1.3万公里 具备空中加油性能 并且有一定的隐身性能 和突防能力 以及超音速功能 有专家认为 中国空军具备研制 上述性能机型的能力 目前 美俄两国均拥有自己的 远程轰炸机 美国分别是B-52A 是B-1B和B-2A 俄罗斯则拥有图160 和图95MS 其中 B-2A已经实现了 真正意义上的隐身 有分析指出 B-2A已是美国20年前的机型 美俄的这些远程轰炸机 已经具备洲际航行能力 以及突防能力 中国研制新一代的 远程打击轰炸机 也应该符合这个指标 我们看到有分析认为 我们国家的空军 需要建立一个战略性的军种 也就是我们必须要具备 洲际的 核长兼备的打击能力 那么在此过程当中 有人认为 我们国家下一代的远程轰炸机 应该是在 载弹量三四十吨以上的 洲际的轰炸机 那么对于给出的 这样一个标准 您怎么看 第一个讲核长兼备 这个对我们来说 应该是必须的 因为你搞这么一个战略轰炸机 而且它一旦出来之后 在今后相当长时间 是我们主力的战略轰炸机 第二个 洲际的航程 当然咱们说洲际的航程 这个呢 各家的定义的指标也不一样 就是一个足够远的航程 我想这个东西也是必须的 因为呢 从需求上来看呢 你看一下我们国家的地图 你会发现 我们对于远航程的这种的 大航程的需求 甚至比俄罗斯 比美国 还要高 因为呢 如果你没有达到一定的航程 这样的轰炸机 对我们是没意义的 你如果到不了八千公里 甚至更远的话 你实际上 依然在人家的前沿部署 这个地域在打荒 所以对我们来说 远程 大航程这个东西 至关的重要 那么至于第三个 说三四十吨的载弹量 我觉得恰恰这个 恐怕是值得探讨的 因为凡是做工程的人 都知道 你在设计一个大的项目的时候 必须要有所为 有所不为 如果说所有的指标 我都要上 可以 第一 钱 它的成本可能会飙升 第二 技术难度会飙升 那么到最后呢 你可能最后这个东西出不来 或者说出来了之后 你买不起用不起 所以呢 你在做这样的重大项目的时候 必须舍弃某些重要的指标 舍弃哪些重要的指标呢 其实这个载弹量 就是一个可以适当舍弃的指标 三四十吨的载弹量 什么概念呢 基本上相当于二战后 传统的战略轰炸机 发展到顶峰 所以实际上呢 我觉得对于 我们研发这样的一个 远程轰炸机而言呢 核长兼备必须的 远程是必须尽量追求的指标 而载弹量这个东西 可以适当的给航程 给核长兼备 甚至给突防能力 做一些让步 不仅如此 我们看到有分析认为呢 如果说 谁是我们国家战略空军的 最后一块拼图的话 那就会是战略轰炸机 为什么这么说呢 接下来同一个短片 我们继续往下看 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 中国空军配备战略轰炸机的呼声 日益高涨 目前 我国装备的轰炸机 只有亚音速 轰炸机轰6K 这款轰炸机 使用了我国近年来 在航空技术方面 取得的一系列新成果 不过 有分析却指出 轰6K没有隐身性能 是其最大的硬伤 轰6K扛起空中核盾牌 一款上世纪50年代面试的老式轰炸机 是否老当义壮 轰炸机我们不是没有 但是轰炸机在我们空军的机型版图当中 确实是一块短版 轰20变身空中蝙蝠侠 非翼式的气动图局 是否适合我国的空20 其实现在这个网络上 很多的军民网友 包括一些很资深的这个军事爱好者 他们现在都倾向于这种 非翼式的气动图局 更多精彩 稍后继续 中国轰20意外曝光 新一代轰炸机呼之欲出 传说中的我国新一代轰炸机 距离走近现实是否已经不远 马晓天司令员告诉我 也是告诉全世界中国在研制远程的大级轰炸机 飞机性能引发媒体猜想 我国自主研制的隐身轰炸机 究竟应具备怎样的硬指标 你看一下我们国家的地图 你会发现 我们对于远航程的这种的大航程的需求 甚至比俄罗斯比美国还要高 隐身轰炸机设计独具一格 美俄在发展战略轰炸机上 究竟有多少值得我国注意的前车支箭 沙场推出呼之欲出的中国轰20正在播出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我国空军的作战飞机品种已经非常的齐全 如果说谁是最后拼图的话 那就是战略轰炸机 目前的我国装备的轰炸机 只有亚音速轰炸机轰6K 轰6K使用了中国近年来 在航空技术方面取得的一系列新成果 不过呢 轰6K没有隐身性能是其最大的引伤 亚音速轰炸机没有隐身性 意味着在未来战争中无法实现突发 只能在战区外做制导武器的发射载体 我国破解需要一种隐身轰炸机 来担当21世纪中国空军保卫国家的重任 而在此背景下 轰20的研发设计更显得格外紧迫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中国空军的作战飞机品种已经非常齐全 如果说谁是最后拼图的话 那就是战略轰炸机 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 中国空军配备战略轰炸机的呼声日益高尚 从目前来看 我国空军的战略战役打击任务 由轰6K来担负 据悉轰6K是目前轰6轰炸机的最新型号 又被称为战神轰炸机 是我国和三位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轰6设计最大载弹量为9吨 而标称6000公里航程的载弹量 远达不到这个数字 一般而言 轰6作为常规炸弹载机 碎形作战任务时 一般载弹量在3至5吨 改进型轰6K挂载6枚长箭时巡航导弹 导弹空射型重量为2吨 6枚导弹重量约为12吨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轰6K配备长箭时巡航导弹 具备较为强大的打击能力 是未来一个时期 空军战略战役打击能力的主力 不过这款轰炸机毕竟由上世纪 50年代面世的轰6发展而来 潜力已经挖掘完毕 对于中国空军来说 还需要更加先进的战略轰炸机 而此时轰20接棒轰6K 则变得势在必行 陈老师我们注意到 在我们国家的空军当中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应该说飞机的这种品种 已经是非常全了 那有的人认为 如果说最后一块贫图的话 就会是这种战略轰炸机 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 你怎么看 我不完全同意这种说法 更确切的让我说 这是一种媒体 讲噱头的一种描述方式 因为实际上呢 在我们空军的战机的品种当中 轰炸机我们早已经有了 但是轰炸机这一块 是不是我们的短板 那确实是 想想看 在比如说美国 整个亚太军事力量的布局当中 关到你就会发现 太小太小的 这么一个前出的支撑点了 它真正的后方 真正的战略支撑 在下位移 那么我们讲战略轰炸机 是干嘛的 战略轰炸机 不是打前线的支撑点 不是把点用的 战略轰炸机 战略轰炸 是要摧毁你的战争潜力的 那么显然从这个角度来说 红6K 好像还不太够格 再看 从载弹能力上来说 红6K最多挂6枚 空射的巡航导弹 6枚这个数字嘛 确实 有点少 那么和这个 国外的一些 重型的这个战略轰炸机 甚至你比如说和 红6同时带的B-2 那么它呢 人家可以带 十几枚将近二十枚的 这个 空射巡航导弹 这个差距就很大了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别人出动一个架次 相当于 你呢 要出动 三四个 甚至更多的架次 这个 差距还是 蛮大的 那么从第三个角度来说 很关键的 就是一个突防的问题 你现在 你这个轰炸机是一个 50年代设计的 老的底子 尽管改进了 但是从突防能力上 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能看你最常用的 突防的硬手段吧 隐身 没有 什么超频速巡航 也没有 最多 你加一点 电子的干扰设备 但是呢 单凭这样的一个 突防的话 确实让人是感觉很担心 所以说呢 轰炸机 我们不是没有 但是轰炸机 在我们空军的 机型版图当中 确实是一块 短板 我不同意 最后一块贫图 但是我认为 这块短板 必须要补上 所以我们一再强调 我们不仅仅需要的是 轰炸机 更加需要的是 下一代的 还是远程轰炸机 那么 究竟我们国家 下一代的远程轰炸机 轰20 应该具备怎样的设计思路 那么现在呢 已经有人积极的为它 出谋划策了 据媒体报道 目前 远程轰炸机 主要强调的是突防能力 要么凭借隐身性能 要么依靠超音速性能力 如果把两者结合起来 在技术上很难实现 经济上也很难承受 正因为如此 美俄两国的下一代 战略轰炸机的设计指标 主要还是隐身突防为标杆 而没有刻意的突出超音速性能 从目前的信息来看 美军下一代远程轰炸机 或将具备全频或者宽频隐身能力 不经过空中加油 航程为9260公里 网络化作战能力 市中的载弹量等性能特点 而早在2012年 俄罗斯方面透露出来的信息也显示 其下一代远程战略轰炸机 PAKTA不具备超音速能力 而是通过隐身达到突防效果 对于中国新一代远程轰炸机的设计思路 有分析人士表示 总体来看不外乎三种方案 第一种是隐身突防 第二种是超音速突防 第三种是同时具备隐身和超音速突防 结合以上分析 我国新一代远程轰炸机很有可能是隐身突防 或者超音速突防 二者选其 我们看到的有很多人认为 我们国家下一代的远程轰炸机 应该说是在隐身突防和超音速突防 二者之中选一 那么对于这样的观点您怎么看 也对也不对 为什么也对呢 因为现在对于战略轰炸机来说 硬突防手段只有这两种 软性的 比如说我电子干扰啊 什么超低空啊这种的 咱们先不论它 那么硬邦邦的突防手段 就是一个隐身 一个超音速巡航 那么也就是说你所做的选择 可能会有三种 因为呢 这个第三种实际上是两个加在一起了 依然没有拖出这个范围 但是我为什么说它也不对呢 因为从我个人看来 没有两个选择 只有一个选择 什么选择呢 那就是隐身 为什么说我会直选隐身 而不选超音速呢 因为实际上 这个里头大家要有一个 搞清楚一个概念 就是超音速和超音速巡航 那么从轰炸机发展的历史上来说 之前有超音速的轰炸机 你比如说包括这个俄罗斯的逆火 这就是超音速的轰炸机 俄罗斯的图160 它也可以超音速 但是真正意义上的超音速巡航 轰炸机从来没有实现过 美国人他也不傻呀 他也会做各种各样的东西 各种各样的研究和比对 为什么美国人在发展B1的时候 最初把它做成了一个超音速的东西 但是后来发现这个超音速不好用 结果从B1出来B1B B1B呢 反而把这个指标拉下来了 我不超音速了 我改成什么呢 我改成超低空图法 那么用起来感觉还是有点不放心 然后走到了B2B 隐身突防 连这种短时的超音速 他都不去追求了 所以说让我选择的话 我选择的只有其一 那就是隐身 从隐身的角度来说 第一 它能够实现有效突防这样的一个目的 第二 从我们掌握的技术来说 我们现在能够研发出 像J20这样的隐身战机 隐身效果相当不错了 那么说明你在隐身技术方面 有了相当的积累 有了这个积累 轰炸机上你想实现隐身 就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事情 所以看来突防能力对于轰炸机来讲 非常的重要 另外呢 在这里边 刚才你也提到了 我们国家在研制远程轰炸机的过程当中 不能闭门造居 也需要借鉴 那么从国外 研制 隐身轰炸机的情况来讲 确实呢 是给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 具体情况通过一个短片 去了解一下 据媒体报道 从国内航空技术发展来看 类似于B2这样的 飞翼隐身战略轰炸机 显然是最为合适的选择 最重要的理由 就是B2这样的飞翼布局 隐身能力较强 飞翼式布局 将机身和机翼融为一体 从侧面来看 两者的外形相似 突出机翼下表面的机身 在展向上 与机翼下表面合缓的过渡 外形平和光滑 有效降低了雷达反射截面 配合机背S进气道 吸波涂料等手段 可以让飞机的雷达反射截面 有大幅度下降 不仅如此 飞翼式布局还有其他优点 例如飞机的近视面积较小 可以用较小的展显比 获得较大的升足比 对于发动机的要求比较小 同样条件下 机体结构强度较大 也就是结构重量轻 刚性好 一身融合体 设计一根的结构高度 核显比较大 有利于提高飞机的载荷 不过 飞翼式气动布局 也有自己的缺点 那就是飞机的机动性能较差 多面力距相对较短 因此控制能力较弱 其降性能低 另外 它没有水平安定面和垂直稳异 纵向侧向隐身性能下降 因此飞翼式气动布局 对于飞控和操纵系统要求较高 这也是制约飞翼式布局 运用的一个关键因素 目前来看 一些国家采取的应对办法 一个是配备更加先进的 飞控系统和电船操纵系统 应用主动控制技术 来提高飞翼式布局的操纵能力 还有就是采用W型后援 保证后援操纵面 有足够的力矩 我们看到B-2轰炸机应该说 它这种飞翼的气动布局 确实成为了它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当然这样的一个特点 也带来了一些缺点 您觉得我们国家 在研制远程轰炸机的过程当中 这种气动外形的权衡上 会有怎样的考虑 其实现在网络上很多的军民网友 包括一些很资深的军事爱好者 他们现在都倾向于这种飞翼式的气动布局 这应该说有它的道理的 因为飞翼这种气动布局 有几个很突出的东西 第一个 升度比高 升度比高意味着什么呢 你可以装的更多 跑的更远 需要的推力 相对来说比较小 你看B-2就很明显了 B-2的发动机什么发动机呢 是大黄蜂战斗机上用的F4-4发动机 这还不算 人家大黄蜂战斗用的F4-4是带加力的 它这个呢 把加力给去掉了 飞加力型 就这样的四台发动机 就可以把这个像B-2这么大一个 带几十吨弹的一个东西送上天 而且飞得好好的 所以就可见这种气动布局 它在这个升度比 在这个气动效率上 它是有它的优势的 另外还有一个必须要考虑的 就是你要突防 你不是选隐身吗 那么飞翼式的气动布局 对于隐身有好处 因为我们看 它表面上很光滑 没有过多的这种的 折角式的过渡啊等等的 你如果选传统布局的话 你必然有机身和机翼的过渡点 那么飞翼这些问题 统统都没有 所以有利于实现隐身 这是它的巨大的优势 当然你说缺点有没有 那肯定也有缺点 就是说这个玩意的操纵 很麻烦 不好操纵 因为土东的飞机 我们讲有这个垂直尾翼 有水平尾翼 那么这可以操纵你的抚养啊 这个这个方向啊 但是你看B-2上就 这些东西统统都没有了 那么它这个操纵就很麻烦 它只能靠什么呢 它只能靠像这个 类似于金翼的这种的一些 气动度来拐弯啊 或者升降啊 做这样的一些动作 另外呢 在这里边我们注意到 随着这些年来 我们国家新一代 机型的纷纷亮相 也就是说 我们国家空军的二灵家族 已经逐渐形成了 今年来 从胖妞运二灵 到空中尖刀尖二灵 从已在网上露面的 大力神尺二灵 再到疑似曝光的轰二灵 中国空军二灵家族 以前所未有的磅礴阵容 呼啸而至 密集亮相 中国二灵家族战机震撼登场 我国空军战机梦之队 是否即将成行 为什么都是二灵 不是二一 不是二五 不是三灵呢 兼二灵新编号 引发媒体猜想 我国王牌隐身战机 是否已经批量服役 没有兼二灵 你轰二灵的作用 就发挥不好 你就要大折扣 更多精彩 稍后继续 中国轰二灵意外曝光 新一代轰炸机呼之欲出 传说中的我国新一代轰炸机 距离走近现实 是否已经不远 马晓天司令员告诉我 也是告诉全世界 中国在研制远程的大体轰炸机 飞机性能引发媒体猜想 我国自主研制的隐身轰炸机 究竟应具备怎样的硬指标 你看一下我们国家的地图 你会发现 我们对于远航程的这种的 大航程的需求 甚至比俄罗斯 比美国还要高 隐身轰炸机设计独具一合 美俄在发展战略轰炸机上 究竟有多少 值得我国注意的前车之间 沙场推出呼之欲出的 中国轰二灵 正在播出 从胖妞约二灵的高原测试 到空中间 到G20航展露面 中国空军二灵家族 以前所未有的磅礴阵容 呼啸而至 密集亮相 而作为二灵家族中 最神秘的一员 在约二灵 G20都相继服役的状况下 轰二灵已经是呼之欲出 那么我国的二灵家族 究竟何时可以齐聚一堂 这支以二灵为编号的王牌军团 一旦建成 对于我国空军的发展而言 又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纵观近几年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 中航工业仿佛是在交上一份完美的答卷 而硕果累累中 最值得注意的莫过于中国以二灵命名的军事装备 不知是不是巧合 我国今年将几乎同时服役的最先进战斗机歼二灵 最大的战略运输机运二灵 以及较为低调的直二灵 都是二灵编号 为此 军迷们将他们亲切地称为二灵家族 2016年7月6日 中国自主研发代号昆鹏的运二灵飞机 正式列装空军航空兵部队 运二灵作为大型多用途运输机 载重量和短跑道起降性能优异 可在复杂气象条件下 执行各种物资和人员的长距离航空运输任务 中国自主发展的运二灵飞机 正式列装空军航空兵部队 标志着空军战略投送能力 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掌显空军在创新驱动发展中 加快推进战略性军主的建设 可以说我们非常惊喜地看到 近些年我们国家的二灵家族 可以说是纷纷亮相 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密集亮相 那么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种现象 这个东西说明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就是若干年前 那个时候我们深刻地感受到 我们许多的不足 在天上这一块很多的不足 那么怎么办呢 你肯定要立项相应的项目 新的战斗机啊 新的大型军用运输机啊 这个新的战术直升机啊 那么甚至包括这个远程的轰炸机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呢 过去我们这方面缺陷太多了 现在急于要把它补上来 所以这些要上新项目 那么为什么都是20 不是21不是25不是30呢 对 那么这就是根据战略环境 和我们的战略需求 包括我们技术发展的能力 我们要画一个差不多的线 也就是说到了这个年份上来说 我们这些设想基本上让它实现 我理解这个所谓的20家族 就是有这么样的一个含义 所以说在前期的积累和酝酿的基础上 应该说在近几年我们确实是赶上好时候了 但是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说这段时间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那么像您说的 如果我们把20作为一条线的话 显然在20家族当中 首先卖过这个线的就是歼20了 而且最近它的服役速度 可以说是超乎想象 我们继续往下看 2016年12月1日 据外媒报道 网络出现了一张歼20战机 刷上78271编号的图片 引起了军迷热烈的讨论 而时隔半个月之后 又有网友拍摄到一架歼20机身 唇尾编号为78274的照片 对此军迷开始猜测歼20的产出数量 有军事专家表示 歼20的生产线很可能已经增加到三条 年产量将可达到24至36架之间 外媒进一步推测 中国海军下饺子建造军舰之后 中国空军也要以下饺子的速度量产歼20了 实际上早在2016年11月1日 两架歼20就曾在珠海航展上 进行了两分钟的飞行展示 作为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隐身战斗机 首次公开两架 有消息称 目前该机已经进入量产交付和试用磨合阶段 预计将于2017年正式服役 并在2020年左右逐步形成强大战斗力 据外媒报道 随着歼20的正式服役 将使中国进入世界隐身战机的巨乱户 接下来 中国将利用这些技术 开发自己的如同美军的隐身战略轰炸机 如果新一代轰炸机能尽早服役中国空军 无疑会令中国拥有可以威慑美国本土的杀手减武器 彻底打破美国隐身轰炸机独霸天下的格局 中国空军也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战略空军 它也将成为中国可靠的三位一体和反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看到有网友拍到编号为78274的G20照片 因此他们就推测说我们国家已经有多架G20在服役了 我们看到这边的G20应该说是服役在即 另一边我们国家的轰20应该说是正在研制 怎么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 表面说起来一个是轰炸机 一个是战斗机 好像风马牛不相及 实际上他们的联系可以说是极为的密切 为什么说极为密切呢 第一个咱们讲说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说 G20的研发成功对研发轰20有没有促进作用呢 肯定有而且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咱们最直观的想吧 G20的研发成功说明我们在隐身 飞机的隐身技术上有了突破了 那么如果这个不突破的话 你轰20想隐身你实现得了吗 而轰20如果实现不了隐身的话 你突防的问题就解决不了 所以这一块是一个很重大的技术突破点 第二个你这个G20的发动机如果突破了 那么在它的核心机基础上 你就可以衍生出来轰20的发动机 那当然是不是这么样的 我不知道 但是这样的一个先例实际上是有的 因为咱们前面讲说 B2它就是把F404拿过来 去掉了一个加力就变成了它的发动机了 所以实际上歼20在动力系统这一块 如果实现突破的话 对红20也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 那么回过头来从战术上来说 这个意义也很大呀 你想啊你这个红20如果要是出去作战的话 需不需要战斗机的掩护呢 那么你红20如果说是一个隐身轰炸机的话 如果你拿三代机三代半去给它做掩护 那么实际上呢相当于把它暴露在对方的雷达面前了 那么谁最合适呢 只有具有隐身性能的四代机 所以在这个里头 轰20加20谁都不能少 而双方互相配合互相出进 没有轰20你轰20的作用就发挥不好 你就要打折扣 所以说就像您刚才所说的 无论是轰20还是月20包括呢 今天我们说到的轰20都是一个系统里边的 而整个这个系统包括20家族 实际上我们注意到 它对于我们国家整个空军的发展 也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中国空军的20家族中 还有一个被广大网友亲切地称为 中国黑鹰和大力神的直20 这是一款正在研制是非的中型通用直升机 其模型最早亮相在2006年的珠海航程上 其原型机于2013年在网上曝光 有专家分析 直20服役之后 配合月20的投送行李 中国陆军力量能够迅速被投送到热点地区 并形成机动突击作战 对此 空军装备研究院军事专家表示 中国20系列航空装备的航空出世 使中国空军向战略型空军转型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 空军装备建设发展的步伐越走越快 由这些装备做基础 为下一步改型发展 甚至是更新一代的装备研制做了很好的铺垫 使中国空军正在快速向一支空天一体 攻防兼备的战略型空军转型 陈老师我们注意到 有分析认为我们国家20家族航空装备的航空出世 可以说是我们国家正在快速朝着空天一体 攻防兼备的这样的战略空军转型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说法您是怎么看的 空天一体 攻防兼备 这是我们的空军战略 那么你空间建设 未来要围绕这个来进行 这个东西对我们提出一个什么要求呢 从历史上来说 我们这支空军过去呢 更多的像一个防空军 也就是说空天一体 攻防兼备这八个字当中 实际上我们只占了一个防字 首先你要实现的就是攻防兼备 不仅要防 要能攻 攻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攻要实现的是两个投放 兵力的投放 火力的投放 那么从兵力投放的角度上来说 大运 运20 这个是一个核心的装备 那么像 直20这种的战术型的这种的 这个运输平台 那么实际上是一个补充了 那么从火力投放的角度上来说 谁是主力军 你说这个我江二龄 你可以说 他是这样的一个系统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真正远程火力投放的主力军 就是轰20 有了这两个东西 一个运20 一个轰20 当然这里头还要包括你的许多的支援系统 你兵力投放 你可以跑那么远 但是如果没有支持系统的话 你的支持系统达不到那么远的话 你飞机实际上飞不过去的 轰炸机也是一样 你目标侦察你看不到对方的话 你去轰炸谁呀 也就是说配套的支持系统都能够保证的情况下 运20和轰炸20的横空出世 实际上标志着我们的空军走出了第一步 从过去的传统的防空军 变成了一支攻防兼备的空军了 当然你要说另外的半句话就是空天一体 那么我想呢 这应该是中国空军在完成20系列之后 下一步的一个目标和指标 随着中国20系列航空装备的集中亮相 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军队装备建设的辉煌成就 更宣示着中国空军即将全面进入20时代 而军迷7代已久的中国新一代远程轰炸机 也将成为20家族的重要成员 作为捍卫国家安全和荣誉的利剑 真正实现中国空军从国土防空向攻防兼备 从战术空军向战略空军的完美转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